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開始採取兩手策略 宇宙政經學院決定要提告倫敦政經學院 等著接招倫敦政經學院LSE已經起虎南下了 倫敦政經學院的說法一變再變 不過這也隱約透露了蔡英文詐騙博士學位的敗行 已經讓英國校方感受到難以比擋的壓力 好今天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論文門有了重大的突破 好我們來看看在Michael Richardson他的報導當中 他收到了來自於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給他的一封信 這封信呢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開始採取兩手策略 一方面是先把到底呢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是否擁有蔡同學的口試相關資料給他模糊化 好第二點呢更是透過模糊化的過程當中呢再次重申這叫做隱私好沒有關係 因為今天倫敦政經學院再三的反覆 所以宇宙政經學院決定要提告 倫敦政經學院等著接招怎麼告呢 我過一陣子再告訴大家不會太久 好現在因為台灣的法庭9月8號取消了 因為法官確診所以論文門不存在之訴的那個法官張永慧被我們告 這個損害賠償的民事庭 原本9月8號11點要開現在取消了 那我們的律師呢還有美國英國的律師也比較空下來 所以雙方可以開會要來討論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要告倫敦政經學院了 所以告訴1450跟817進行期待 你們嗆了我們三年說去告啊去告啊來了 等我們證據蒐集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告上法庭了 什麼時候呢我覺得大約在冬季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啟動 在英國倫敦端要讓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出庭 應該是大約在冬季 好今天我們來先看看獨立觀察報告林環牆教授的解讀 他怎麼解讀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最新在9月2號 發給Michael Richardson 的一封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正式信函 好那麼這個獨立觀察報告的標題是 倫敦政經學院 LSE 已經騎虎南下了 我覺得他不只騎虎南下 他是騎到了恐龍啦 好我們看看 吼吼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LSE 9月2號的回覆 回覆獨立記者 Michael Richardson 的態度出現了幾轉彎 怎麼轉彎呢 令人震驚也令人非常不齒 倫敦政經學院的說法一變再變 不過這也隱約透露了 蔡英文詐騙博士學位的敗行已經讓英國校方感受到難以抵擋的壓力 這邊要補充告訴所有可以轉達給倫敦政經學院的朋友們 請你轉達倫敦政經學院 這一下去沒完沒了 絕對不會踩刹車 而且這個力道呢 是用洪荒之力 要來推倒這個百年老校 如果倫敦政經學院 如此的不支持近乎有 對不起 我們會用四維八德來對付倫敦政經學院 絕對會讓這個學校呢 身敗名裂 這是我們宇宙政經學院 為了行公義好憐憫不得不做的措施 所以請告訴倫敦政經學院 請告訴英國在台代表處 千萬不要低估了我們在全球的 所有宇宙政經學院的校友們的憤慨 這個同仇敵慨的力量 會把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送上法庭之外 會讓全世界的媒體來揭露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拜行 好我們再往下看 關於號稱蔡英文1983年10月16號 星期天的在倫敦政經學院參加 博士論文口試的口試委員 經過英國的倫敦政經學院的內部審查之後 倫敦政經學院的秘書 校務秘書叫做school secretary Louis Natto最近在9月2號表示 注意嘍這句話非常有意趣 他的語言文叫做 The school cannot be sure whether it is hold 這句話再念一遍 The school cannot be sure whether it is hold 這句話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無法確定是否持有蔡英文口試委員的資訊 再念一遍 倫敦政經學院無法確定是否持有蔡英文的口試委員的資訊 這個笑話真是可笑 因為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同時告訴所有人 他不知道蔡英文的論文到底怎麼不見了 現在又告訴大家他不能確定是否擁有蔡英文口試委員的資訊 那意思是什麼 這最重要的兩件東西 一個是論文一個是口試他都搞不清楚 他都無法確定 那請問你他為什麼可以確定蔡英文擁有博士學位呢 這樣子的邏輯送到法庭上他能不倒嗎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獨立觀察報告 不過這個林環牆教授說 這樣的倫敦政經學院的回答是重重的掌裹了 曾經為蔡英文虛構兩名博士口試委員的 LSE 的法務主管 Kevin Harris 成為我的被告 好很快會收到 再來而且這樣的答覆等於是第三度官方認為 確認倫敦政經學院沒有蔡英文參加博士口試的正式紀錄 好我告訴你英文是這樣英文是倒過來講的 所以英文會說The school cannot be sure whether it is hold 英文比較不會說The school pretty much sure that they don't hold it 或是諸如此類 這個比較不是英文的寫法 英文會說我確定學校沒有不會這樣說 英文會確定會這樣說我不能確定是否擁有 OK 所以他的英文是The school cannot be sure whether it is hold 好啦 那麼 LSE 的校務秘書 Louis Nato 9月2號的回覆函 這封函 獨立官場報告有貼出來 那我們也可以貼給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的英文語文文漏漏等可以看得到 除了關鍵的這句話就是跳船了 而且把它模糊化 The school cannot be sure whether it is hold 我直接就這樣問今天任何一個法官任何陪審團就會笑出聲音來 278頁的學生資料 竟然口試委員的名字沒有 不確定 那請問278頁是在幹嘛呢 是在畫漫畫嗎 是大軍的漫畫 是收集了大軍的漫畫嗎 還是收集了我唱的歌 那這個278頁結果裡面 裡面竟然 cannot be sure whether it is hold 和 what examiner's names 那沒有 那請問你Kevin Hanks 是看到什麼呢 是看到貴嗎 好 我們再往下看 大家回顧一下 顛三島四 2021年11月26號 ICO 的資深個案調查官 Roger Calthon 簽署了一份判決文 判決文中明確地指出 倫敦政經學院校務評議會否認持有蔡英文的口試委員的相關記錄 這是2021年11月26號 再來 2022年的6月20號 英國的一審行政法院的法官 Judge Alison McKenna 他簽署了一份判決文 判決文當中明確地表示 有關蔡英文的三位博士口試委員 XXYYZZ 的資訊 LSE 的檔案可能不準確 May not be accurate 而且內部有人在質疑那些口試委員的出處 所以他說不知道為什麼就會 accidentally 就會在那裡 還記得嗎 accidentally ok 再來 2022 年的9月2號 倫敦政經學院的校務秘書 Louise Netto 竟然說 又說了一遍 倫敦政經學院 無法確定是否持有蔡英文口試委員的紀錄 英文叫做 The school cannot be sure whether it is hold 這樣夠清楚了嗎 所以到這邊為止很清楚地說 倫敦政經學院 Kevin Hens 你們已經具備被告的身份 告什麼呢 等我們的法律團隊把訴狀寫出來 你們就會知道你們分別跟一起被告了什麼 在這邊跟大家預告今天天氣很熱 可能再過一陣子秋老虎會反撲 不過倫敦政經學院正式成為被告 大約在冬季 要聽歌嗎 不要 到頭又被罰 因為唱得太好 齊情會吃味 齊情的粉絲如果有1450 就會去檢舉我們 然後我們又被黃標 今天又白做工 今天的廣告收入又沒了 所以大約在冬季 各位可以自己上網聽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